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个是我们的香农咖喱牛腩饭 一个是我们的焗枝扒饭 在我们公司里面 较为受欢迎的王牌的产品 那个焗枝扒饭的汁是最漂亮的 是用了很多种蔬菜去做出来的 包括有这个番茄 西芹 洋葱 将它调制了出来 其实这个汁比以往的汁有点不同 我们是纯粹用蔬菜去熬一些菜汁出来 也有它独特的香味在里 马上进行第二关 考验两人的厨艺实力 张总厨特地挑了店里的两道招牌菜 咖喱牛腩饭 以及橘猪扒饭来做考题 事关个人名誉 再加上无论怎么说 这都是人家的招牌菜 千万不能煮砸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两个人在非常用心的临时抱佛饺 冰冰抽到橘猪扒饭 主要材料有猪扒 洋葱 番茄 凤梨 青豆 以及师傅一再强调非常重要 举饭体时所需的各种调料 面对这一大桌子的材料 再加上颇为复杂的工序 冰冰短时间内要全部记住 已经不容易了 最可怕的是对手张静轩 在一旁搞破坏 猛打心理战 冰冰 你自求多福吧 在第二回合里面呢 我今天会为大家炮制 一个叫做橘猪扒饭 你今天很有眼光挑这个饭 因为是猪扒 不适合你啊 我呢 就是因为啊 对猪扒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请来了我的好助手 你今天开始就是这个朋友 来 有请我的assist 黄灵志 哦 冰冰果然有备而来 知道小轩不好对付 干脆找了个帮手 黄灵志处意不弱 虽说上次五六特辑师输给了黄衡 但平心而论 实在是因为他抽到的食材 惊吓度太高了 让五六个成员根本不敢尝试 实属非战之罪 这一次马食材很正常 又有冰冰的加持 应该有机会一雪前尺吧 我 第一步怎样 开锅子啊 烧火呀 好 其实基本上来讲呢 焗猪堂饭 你喊我 你喊我 开炉都不会 来看小酒吧 怎样开 有没有gas的呀 请问回锅 蛤 你有开吗 这是意外啦 我在家里就不用做小炉子的 你是专业的问题 OK啦 只要好吃就行了啦 先不要动 好 基本上来讲等个我呢 烧一烧 先烧一烧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往锅里面倒一点点油 保证锅里面没有水啊 油水会溅起来的 OK 素食餐厅要讲求快 OK 再倒一点再倒一点 我们要煎两块猪扒 基本上焗猪扒饭呢 我们分三个步骤 我们先做猪扒 后做炒饭 再做这个淋在猪扒上面的 是OK了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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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某棋给我的哈 我的底线就是 你再叫一句猪扒的话 好 OK了 OK了 把你伸揭 打这个马开 对我来说自己的感觉 把猪扒 扔进去 把猪扒 哎 掉过来 你为什么自己自作主张啊 我没有让你沾这个东西啊 我让你往这边丢啊 他说你把冰羊丢icio 你丢错了 快点 药条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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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你 你那个程序就不会 完了 冰小羊用大嗓门高分背 立身呵斥黄凌智 这两姐妹要内 language 看呀 没有什么动静啊 你有开吗 没开呀 OH MY GOD 这是干嘛 快点 要不要哭 真的 不要哭 给饭 我只是都没有亮哦 过去就让他过去了 两块猪扒凶多几少 咖喱牛腩一样糟糕 野粉 爷爷的面粉 你不是说我都乱了没有问题吗 干冲 干冲 不要提醒 虾膏 这不是虾膏 这叫茄膏 还有啥 虾 虾膏是这个 两道料理一较高下 使吃环节出尽绝招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大明星突袭小厨房 速食出尘PK争霸站下集 大明星突袭小厨房 速食出尘PK争霸站 短信问答游戏 请问奶茶送到客人面前时 温度因为摄氏多少度 1.83度 2.72度 知道答案的观众 请编辑短信DX 然后加答案编号 移动用户发送至3883-525 连通用户发送至9866-525 答对朋友将有机会获得 大家乐送出价值200元的餐券 名额有100名哦 截止日期是10月1号 中午12点 请把握良机 立刻行动了 赶紧先呼吸小厨房 第一样他是 你们打猪 虾膏 这叫齐骞膏 我们剩下的叫 这个就是叫虾膏 你知道吗 你会说话吗 你看看你那个饭好不好 他会自己停啊 对啊 高科技 我为什么觉得 有什么动静啊 你没开吗 没开啊 Oh my God 全新一集 大明星突袭小厨房